說到日式咖哩 洋蔥、馬鈴薯、胡蘿蔔 而講到台式咖哩 勾芡、三色豆、螢光、黃 這兩種咖哩雖然長得不同 卻有相同的主線 那就是印度咖哩 但是你知道嗎 如果到印度旅遊 其實很難找到名為咖哩 Curry的料理唷 呵呵 那是因為我們所說的咖哩粉 Curry Powder 其實指的是綜合香料粉 Masala 這個詞跟特條一樣 是個統稱的概念 只要是香料的混合體 通通都可以叫做Masala 在印度 家家戶戶的廚房 都有一個香料鐵盒子 Masala Daba 讓做菜的人 可以調配自己的獨門Masala 所以你在印度說要吃咖哩 印度人當然會給你一個印度人問號 因為在香料天堂 這些、這些、這些 通通都是咖哩啊 怎麼知道你要吃哪一種 究竟咖哩、Curry 是怎麼取代Masala 成為我們對於印度香料料理的代名詞 印度咖哩又經歷了什麼樣的轉變 日式咖哩和台式咖哩又是怎麼而來的呢 快跟上黑皮的腳步 踏上古老又神秘的南亞大陸 來一場探索之旅吧 到了阿格拉的泰基瑪哈林 哇!不愧是被列為世界七大奇觀 以前只有在課本裡面看過 現場看真的超壯觀超美麗的 但這座白色大理石建築 其實是座墳墨啊 對!你沒聽錯 在這裡面放著國王與皇后的棺木呢 從前有個國王 他在愛妻死後悲痛萬分 於是決定完成妻子的遺願 我終身不娶 我要為你打造世界上最美麗的陵墨 吃心絕對的國王花了整整22年 打造了太基瑪哈林 卻在晚年被奪權的兒子 囚禁在太基瑪哈林對面的阿格拉堡 只能望向妻子的陵墓傳遞思念 直到時候才被安放在妻子的身邊 與他重逢 這裡的愛情故事 更讓詩人泰科爾讚嘆太基瑪哈林 是一滴永恆的淚珠 欸!你這個貪吃雄真是不解風險啊 卡里利斯的轉變 也跟這個國王一家人有關啊 NO!NO!NO!真好相反 他們討厭得很啊 這個國王的太祖在16世紀初 從中亞入侵的印度 建立了蒙烏爾帝國 在中亞民族入侵印度之前 印度的咖哩大多是素党 因為傳統的印度信仰中 相信吃素代表捷徑 而且早期的印度盛行著佛教 在許多政權的推廣下 烏紗生的觀念與吃素 僅僅相依無法說句歹 素食料理在印度遍地開花 當這群中亞遊牧民族來到以後就生氣氣了 而我們可是無肉不歡的遊牧民族 只吃菜都沒條啊 所以他們的預證坊 整天努力這邊條條那邊換換 把原本在中亞的料理元素 帶進印度來取悅國王 而咖哩也因此發生了改變 像是咖哩洋蔥 豆皮仔雜加的角落Kima 即使是中亞遊牧民族 在炎熱天際下 常用來保存肉類的方式 還有印度香飯Briani 更是結合了中亞的燉菜手藝製作而成 這群信奉伊斯蘭教的中亞民族 不只改變了料理 還讓起源於印度的佛教衰微 也讓印度的建築像太吉馬哈林一樣 多了許多伊斯蘭文化的特色 黑皮別捷 這都是大航海時代 外國人來到印度造成的結果 當年葡萄鴨人咚咚咚的來到了印度 不只帶來了葡萄酒醋 還帶來了美洲辣椒 從此印度咖哩的選擇中 多了一種醋香味 還有會 哈哈哈哈的辣椒口感 過沒多久英國人也來了 這可是咖哩來到台灣的關鍵時刻 英國人吃了印度的咖哩 發現驚為天人 好吃到瘦不扭 為了做印度香料的好生意 於是在眾多綜合香料麻沙拉中 挑了一種最常見的 並拿當地語言的Kari 變成咖哩 Curry這個新名詞 來統治印度百百種的香料料理 你?還在煩惱午餐要吃什麼嗎? 你?總是覺得煮飯好難嗎? 現在只要有咖哩粉Curry Powder 就能讓你輕輕鬆鬆做出 阿公阿嬤都說讚的印度料理 哇!這一招一出果然大受歡迎啊! 咖哩粉紅遍全世界 讓大家都以為印度有咖哩這道菜 於是咖哩Curry 成了我們對於印度菜的代名詞 後來印度咖哩也隨著英國人的腳步 咚咚咚的傳到了世界各地 融合著當地的食材 各國的咖哩就誕生啦! 像是咖哩傳到日本時 一開始日本人覺得咖哩是臭臭的醬汁 不喜歡 但受到明治維新的影響 西方世界等於好勁不等於好邦邦 英國人傳來的咖哩 加入了從西洋而來 在北海道培植成功的洋蔥 馬鈴薯胡蘿蔔 哇!是文明開化的味道啊! 搭配上日本人熟悉的米飯與醬菜 不但變成了我們熟知的日式咖哩 也讓咖哩成了日本的國民美食 而台灣在日本統治之前就有了咖哩料理的紀錄 在被日本統治後 日式的咖哩不只影響著口味 也讓吃咖哩變成一件好高級好危險的事 但在中華民國政府來台後 政府換了人 高級菜變成中國菜 代表日本的咖哩漸漸走入了Local 變成了庶民的餐點 價格下降再加上冷凍技術的改良 讓三色豆走入餐桌 台灣的咖哩也長出了自己的味道 這或許是印度人死料未及的呀! 比印度在1947年脫離了英國的統治 走向了獨立 在納過後 各種食材的交換 能持續在世界各地來來又去去 印度咖哩的口味至今 依然不斷地改變著呢! 從阿格拉回到德里 就該來盤咖哩餃Samosa 酥水口感 香辣開胃 愛著搭配一杯印度奶茶 一邊感受總統府前的黃昏美景 真的是超享受的! 看到這裡 喜歡吃咖哩的你 要感謝的人不只印度人 還有日本人、英國人、葡萄牙人中芽 哎呀!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啦! 或許細細探究身邊的美種食物 都能讓我們找到自己與世界的連結 時間的軌跡 還能品嘗出美食以外的奇妙滋味唷! 說到此別 明星篇也寫好囉! 下次又要去哪裡探險呢? 繼續歌之黑皮南亞飛吧! 南亞飛的推錯誼太多 哎呀!你最喜歡哪種咖哩呢? 日式台式硬式還是泰式英式呢? 快留言告訴我們吧!